你,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情的?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请安安 鬼才会信你的话?快说,你是不是骗子,冒充他来骗我的钱的? 我和你说,我可是没有什么钱,我就是一个穷学生,还是劝你不要在我身上费功夫了? 我不是要你的钱,我是想让你帮我 哼,还小便,你真以为陈希是傻的啊? 我小时候参加过他的葬礼,我还不知道吗? 你抱着一只大鹅哭了好几天对吧? 还有,从那天之后,你就没有写过日记了对吧? 现在骗子都这么厉害了吗? 为了博取信任,甚至连家底都翻出来了 哎呀,大小姐,你信我一次吧,就看在我请你吃饭的份上 你还好意思说,他就是菜好难吃啊,而且我也没有吃多少了 那也是吃了,哎呀,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说,天快黑了,我们在这边不安全的 哈哈,你个胆小鬼,本大爷可是练过武术的,什么幽默鬼怪,在我这儿不得叫我一声大哥啊 和我走吧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突然出现在家里了 你家蛮气派的 呀,你个臭男人,别理我这么近 嗯哼,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状况啊 你用了什么障眼法或者魔法吗 求你了,让我把话说完好吧 好吧,给你机会讲 小时候我的的确确确跌下了悬崖 在医学上基本已经确定我隔屁了 可是我妈太过于想我 不知道从哪个假道事那里求来了一个办法 帮我拘命 停停停停停停停 鬼啊,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帮你看魔证了 现在是唯物主义社会,哪里还有那些东西 要我表演给你看吗 好,来,给本大爷表演一个 好让我相信你,快点快点 人呢 我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鬼啊 想去哪儿呢 一定是我眼花了 再看一下 救命啊 这首歌蛮好听的 你别跑了,我又不吃你啊 你到底想干嘛 这首歌蛮好听的 我,我这不好好的 为什么要救我 我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看到了你的未来 可以放我走了吗 晚上可以来游乐场找我吗 不会 咸咸咪 塑交皮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周围总是发生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呃 明天了 哇 不是吧 在夏天下雪了 真的假的